大家好,我是爱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0那塔9位新角色定位曝光 火神强度稳了 成女大剑加双岩太香了 40499再爆猛料 5.0角色入池顺序 队长贝继 后续全是女卫星 那塔角色入池顺序 5.1双线5,火神岩7 5.5 还有6位新角色未亮相 有关那塔角色入池顺序 5.0草大剑基尼奇加兵少女 马拉尼加四星的炎罗利卡奇纳 5.1五星炎西单手剑西诺宁 加五星兵戏弓成女恰斯卡 5.25星风戏弓箭欧洛伦 5.3星四星兵法少女倩特拉利 看来策划是挺急的 看着不错的女角色都压在5.3出完了 不过前几个版本火神不up 莫非是因为后半热度太低把神挪到后半了 而且火国前几个版本一个火系角色都没有 是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了 不过将在5.1版本入池的这位 冰系粉发小姐姐却引起了乐意 不少玩家觉得 叉斯卡是隔壁黄泉改模的 也有玩家觉得 是苹果姐的废案设计修改的 不过个人感觉 也就部分设计有些相似而已吧 有关原神2024音乐会宣传图以来 我那美神降临 不过并没有国内场估计是海外特工 场次也都是海外 不然国内应该也发了 有关404舅舅今天放出的重磅消息 队长确定不自机 法尔加团长和富人目前都没有确定落地 后面将全市女卫星女主推男角色 基本路人待遇 虽然我只冲女 但我觉得美国最少也该出两个男舞 女角色都是好消息 就看角色好看不好看吧 看看纳西格文龙西夫人千枝你会喜欢 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能把每个角色固定的屁帘去掉就好了 也有玩家调侃说 风单女连发流水不行 说明该狠狠出男角色啊 我支持极美诉求狠狠出男角色 除了在PD中公布的这几位角色 其实策划还藏了不少人没放出来 例如平姥姥少女以及平嫁果 纳维的西巴拉克这三位五星角色 此外还有之前曝光过的风单哥特少女 蒙德西血鬼小男孩 虚迷的木乃伊少女这三位 新四星也会在纳塔版本录持 不知道大家最期待那位角色呢 不妨留言交流下呀 各位大佬好呀 就在刚刚非常有战绩的404舅舅 再次放出了有关纳塔后部分角色方面的消息 并表示自己不是来爆大料 而是泼冷水的 首先是有关队长 纳塔PV出来 所以回来看了一眼社区 发现好多人在期待队长 但是队长根本没有直击计划 压根没设计直击形象 哪怕退一万步说 至少五 X一定不会落地 仔细想想 真是自击的话 有必要从头到脚果岩是吗 后面难为新快绝技了 要真有这么个重量级 不得至少入半边 除了404舅舅之外 貌似这位自称的开发人员 也已经透露 队长不会成自击角色了 A舅也留言表示 期待一下 不要成为周本 听说火神和队长 有战斗的画面 甚至PV 而且队长确实很危险 他体型内线单独坐 PV也看不见身上的神之野 而且 以后男女线5 数量对半分 完全不可能 64甚至73都不会有 版本主推男 更不用想 新PV1比4 还不够明显吗 内部从去年 就不想再出男角色了 拉不到新 扩步了圈了 就决定砍男角色数量 回归初心 有那么丁点男角色 也是留一点希望和错觉 为了捆住之前 扩进来的一般性 女性向玩家就行 省流 就是后面全是女卫星 女主推 男角色 基本路人待遇 法尔加团长和妇人 目前都没有确定落地 之前说 火神是机子 是因为白皮红长发 红黄童玉姐脸 呈女形象 我不知道配音 但鉴于米桑前科 默认靠着机子 毕竟雷神和雷电牙医发型 五官也不像 出PV后 看到好多想要男角色的玩家 还在期待 并幻想着 PV未出现的五星坑位里 还会有多少多少男之机 所以实在忍不住 最后出来泼一次冷水 冷跑就跑 留下来 也不要再被骗了 其实说实话 出男角色也没啥 但是我希望是成男 骑士团那种 整一堆小男孩啥意思 以为玩家都是一群不正常的人吗 最后就时有关5.0版本的角色排7 除了5.0的三位角色之外 5.1会上心严成女 5.2那位男刺客 5.3粉发女 火神要延期到5.4版本去了 不过前几个版本 不up火神 莫非是因为后半热度太低 把神挪到后半了 大家觉得呢 原神官方发布的那塔新TV中 一共有11位新角色登场 分别是 马拉尼 基尼奇 卡奇纳 恰斯卡 伊安山 西诺宁 欧洛伦 倩特拉利 马威卡 队长卡皮塔诺 伟大圣龙自称酷胡勒阿乔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下图是11位角色对应的名字 这样看的话就比较好分辨了 而在那塔新TV中的9位新角色的大致定位 也被细心的网友们给拆了出来 其中 马拉尼是少女水系法器角色 基尼奇是草系大剑角色 卡奇纳是岩系长枪小萝莉 欧洛伦是弓箭男角色 恰斯卡是兵系弓箭女角色 伊安山是长枪角色 西诺宁是岩系单手剑角色 倩特拉利是兵系法器角色 火神马威卡则是火系大剑角色 至于这9位新角色的机制 星级目前并不确定 其中火神的形象倒是和隔壁星铁的机子还是挺像的 景深皮衣看起来还是很煞的 就是不知道时机会是什么样了 但就这个龙王 仆人同款策略 强度可以说是稳了 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 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